怀疑中国登月造假 黑料找的是像不像要 到底什么情况呢 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这些天啊 我们中国嫦娥六号 在月球挖土的事情 在国际舆论上吵得挺热 一部分人是在祝福 而另一部分人 则是阴阳怪气的美国NASA 而还有一部分人 却在挖空心思 想要找到抹黑中国登月的黑料 而如今就有声音 声称中国登月是造假的 别说啊 他们这黑料还挺像不像样的 从目前外网的一些舆论来说 主要的黑料 其实集中在挖完月壤之后 上升器带着样本升空的实时画面 从画面中 除开右侧的太阳光之外 整个上升器的动力源 并没有什么显现出火光 也没有预期中的烟尘 因此呢 外网不少人就声称 中国制作组忽略了 导致露馅了 从唱歌六号的结构上来说 基本是四大结构 环月和返回地球的轨道器 登月挖土的着陆器 离开月面返回月球轨道的上升器 和返回地面的返回器 而被发现的所谓黑料 就是那个从月面返回月球轨道的上升器 说什么没有烟尘 没有火光 我专门了解了一下 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 确实是看不清什么烟尘火光的 在网上可以找得到 长歌六号上升器在地面所做的点火实验 确实只可以看到一点微弱 不明显的黄色烟雾 这个上升器用的发动机叫3000N 微喷管很大 这是为了要让发动机在真空中工作 而内部结构设计上 考虑到月球上是不存在氧气的 所以要发动机进行工作 必须加入一道挤压循环 也就是需要同时注入燃料和氧化剂 人为制造氧气进行燃烧和工作 制造类似在地面环境中的工作状态 所以点火过程其实是比较隐秘的 加上光线和视角问题 导致了一种不可见的假象 为什么几乎看不见烟尘呢 据说中国航天器的燃料 会产生一种偏红色的黄色烟雾 催力很大 在地面上存在大气压时 烟雾都扩散得很慢 但是肉眼是可见的 而到了月球 大气压几乎不存在了 肉眼就很难看清了 加上本身因为距离远 又在月背 画面传输质量不行 这就成了西方抹黑的 又无火光 又无烟尘的噱头了 坦率地说 目前有能力实现登月 并返回地球的国家并不多 此前美国和苏联探月时期 使用的也都是这一套 差不多的流程和思路 月球飞行过程 火光烟尘都是很难察觉的 这在有航天能力的国家里面 是一个普遍的共识 因此此次这一贯喜欢阴阳怪气的西方正规的媒体 比如说CNN BBC直流的 就没有在报道中专门提这件事情 也没有造谣抹黑我们 反而是一些西方论坛和网站 他们在造谣和抹黑 我们就用一句老话来说吧 就让他们说去吧 说我们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但是我们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 每一步都稳定的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美西方他就一步一步的继续战略误判去吧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